近百人在挥舞台湾旗和听台湾的标语 在露天甲板上高喊着望女顺遂 清鸟行动法国接棒带着清鸟公开 由塞纳和挺台湾 就连台湾的珍奶和卤肉饭都搬上船 写着望女顺遂的旗帜在空中飘扬 整艘船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地 巴士底广场河畔出发 行经罗浮宫 巴黎圣母院等重要的历史地标 传递台湾民主价值让事件看见台湾 蓝白强推国会扩权法案激起公民集结 先前克金阿公阿嬷跨国募资破260万台币 足下纽约时报广场LED墙轮翻波挺台湾广告 如今清鸟行动第二站来到巴黎 以自由多元骄傲为关键词 接棒纽约继续和台湾站在一起 由于正值巴黎奥运开幕前夕 巴黎的大看板 在一年前就已经全被奥运赞助双包下 只好决定以包船的方式进行 而身为立法院台发交流会会长的林楚音 也在社群上分享影片 惊呼法国克金阿公阿嬷太强了 法国的克金狗骂真的实在是太强了 不让北美专美余钱 我们都是台湾队 逆境中携手共同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 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 清鸟航向国际 法国接棒 由塞纳河挺台湾 从纽约到巴黎 东京和伦敦也紧锣密鼓筹备中 青岛行动在国际间遍地开花 展现海内外台湾人团结守护台湾民主的决心 明天新闻最后报道